国民党总统候选韩国瑜台中竞选总部13号晚间成立 会由谁来接韩国瑜台中竞总的主委呢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发出邀请函了 干部名单也曝光了 主任委员就是卢秀燕 派系大佬言清彪张新棠也有挂名 而对此卢秀燕上午在议会时还是没有松口 而且被问到的时候呢 是直接转头就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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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见的面对媒体台中市长卢秀燕直接转头走人 怎么问就是不松口 因为问的题目是是否要接韩国瑜台中竞总主委 尽管本人没回应 但国民党台中市党部邀请韩已经曝光 韩国瑜台中总部13号晚间成立 成立大会遗失屋日 总部干部名单也曝光 荣誉主委涵盖过去的台中县市首长 陈根金 廖辽椅 黄仲申 林伯荣 和胡志强都入列 主任委员就是陆秀燕 韩国瑜总统亲自到台中来 跟所有的福建干部来请托 那么卢秀燕市长也在当天正式接任 台中市进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只是前一天 卢秀燕才被说行政部中立 现在确定要接近总主委 当然有IP 韩国瑜的这个总部主委是卢秀燕 那他除了身兼韩的主委 他的副手 卢秀燕的副手又是这个 杨琼英本身是立委候选人 那我想我们对于这个行政中立的 这个要求 我们一定会更加严格 去年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韩国瑜 卢秀燕和侯友宜三子合体 驻三人都选上市长 也带动蓝营选情 韩国瑜要选总统 卢秀燕却一直不松口 现在大事底定 台中总部成立 燕子秃子也将通台造势 记者中部传华报道